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怪 我是看到哪一天的资料 记得二十二十人是新的 好 那没有关系 既然都是老朋友的话 应该大家都认识我 我还是再讲一下 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庆祺 是加入科学广场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然后非常感谢这个 现在应该叫做行政院科技部 给我们这个机配补助 让我们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刚刚延续到我刚刚说的 压轴通常是最精彩的 我们今天请到讲师 是动物大学的陈秋名教授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通常在介绍讲师 介绍讲师的海报 很少这么简洁的 所谓简洁就是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资料 那你们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比如说你今天要介绍 比如说好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美国总统欧巴马的名片 上面大概也只要写欧巴马 他不用写说 我是什么美国的 地纪任的 什么什么总统 陈秋名老师的 这个怎么讲 名声跟他做的事情 跟他对科普 对科教的贡献 已经多到 其实陈秋名这三个字 已经是品牌了 那既然是品牌 我很难跟你解释 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有多大的 我想各位就去体会一下 那今天我们运气很好 因为天气很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大家看一下 正式的题目是 科学的风筝 风筝里面一定有科学 对不对 可是如果那个风筝 有特殊的设计 我们可以叫它是科学的风筝 因为我们把很多科学元素 带到里面去 让这个风筝 更厉害 飞得更好 所以小朋友今天要非常仔细 听我们陈老师讲 因为讲完以后 我们整个结束 活动结束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到 万一去放风筝 那容我再废话一句 家科学广场当初举办的初衷 其实就是希望 朋友们来到高大大学 不只是可以骑脚踏车 放风筝 野餐玩耍 同时还可以有一些 有内涵的有科学的东西 带进来 让你每次来中华大学 都很棒 都很愉快 而且有学到东西 所以今天真的 这个是这个学期的 一个完美的ending 那我很开心 就是有大家可以 跟我们一起来共度 好吗 那各位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讲师 陈秋明教授 谢谢 有声音吗 谢谢朱老师 我想这边的各位小朋友 各位大朋友大家好 我先喊小朋友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主角好像小朋友比较多 我叫陈秋明 这个是我名字还会变得 因为我住在台北 我现在目前住在台北 台北 那有人叫我 这个 额爸爸 因为 为什么叫额爸爸 因为 是没有出息 因为 我从小就喜欢额 因为我养额 我父额 有人说 陈教授家里有两对额女 一对情类 一对哺乳类 那情类是我夫的 哺乳类是我生的 好不好 这个 有机会大家跟大家上网找找找 这很多故事 这边有的蛮多 我们今天会有目标 做两个风筝 本来想给你看一个东西 我最近还放风筝 这是附带的 我最近不但行拍 还用这个拍 那个 那个是最近 我拍风筝 不但用风筝拍 我还用这个拍 等等 好 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等一下 我们会去外面 我去顺便给大家看 看一下 我最应用这个拍照 看到没有 有没有看过三个傻瓜 有 有没有 像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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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们今天风筝啊 目标是一个 一个特别风筝 那立体风筝 那另外一个 假如你 你跟小朋友坐过来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环保风筝 这是最简单的环保风筝 就拿一个这个袋子 好 好 小时候家里啊 其实家境不是很好 我九个兄弟姐妹啊 爸爸妈妈买地毯啊 所以我们玩具 我都自己做 你相信吗 我从小学到一个大学毕业 只有学费跟爸爸妈妈要 从来没有跟我一条微毛钱 买玩具 因为我都自己做 不要自己做 好 最简单是这样的 你看 我五分钟做一个风筝给你看 最简单是这样的 拿来叫背心袋 背心袋 拿来以后呢 把它剪掉 好 剪掉 拿来把尺给我拍 有尺吗 好 好 好 等一下 假如你的小朋友太小 没办法做 那个立体风筝的话 你可以拿来做这个 好 好 那可以看到 就简单这边 OK 这要背心袋 拿掉 好 拿掉 诶 钱包拿掉以后呢 拿掉以后 然后 这不是就这样子吧 旁边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 打开以后呢 好 打开以后 好 打开以后 原来 原来的折肯部分 在这里对不对 在这边一个折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 打开以后 好 好 这边要把它切开 我们折肯 折肯在这里 这不是两个折肯吗 对不对 袋子旁边这两边嘛 在这里 对在这边的话 好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来我拿个杆子 好 你看这个长吸管的这边 好 这个塑料板在这里 我拿两个 这个不是在这边吗 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取三分之一 对不对 就是说 看这个 这个原来的折肯在这里吧 我们这个 取三分之一 取三分之一的话 那切过来 切过来 对 取三分之一 好 你看这边 好 这边一半就够了 好 那取三分之一的话 最简单就这样的 好 你看这三分之一嘛 在这里 照理说 你应该稍微量一下 对 这个事实来讲 三分之一 十三 十三 十三点多少 点三嘛 对 在这个位置 那个油线笔给我 好 油线笔 有吗 可以这里 其实麦克笔也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好 出得行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了 所以十三点多吗 在这边 对 三分之一 好 取这边 然后呢 你看到 这样的话 刚才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 就是刚刚那个位置 好了 可以看到 好 好 来 切下来 对 好 这边切下来 好了 这个工程就差不多了 来 交代来 你看 展开以后呢 好 这样 要切下来 好 好 重的贴位 比较多一点 我这里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再拿一条来 好 这里 这个气管其实就是那个气球的杆子 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你用竹签也可以 你可以做小一点,然后Bubbq那个签子打长一点的 小竹签也可以 好了,风筝做完了,你相信吗? 这个是飞飞的风筝 这会飞飞风筝 不幸的话,等会我们这,外面飞给你看 等一下,我量错了 sorry 应该是这样的,宽度不对 宽度在这边 有没有弯道 我刚刚比较敢一点 我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怕今天做不完 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带子是这样的 整个带子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两根,这两根应该就是这两根的位置 所以这根太宽了 太宽了,所以这不对 我拿起来 好,这不对 不对 所以说 你看 对称 刚刚对称 刚刚在这个位置 好,刚刚错误示范 在这个位置 不对 又画错了 这个位置 对吧 对 对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是刚好带子宽度 那过来不是这样吗 对 这样吧 所以这个就太多了 切掉 对吧 太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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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宽了,飞甲会不稳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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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角落的部分 我们有牙签 牙签 这牙签呢 牙签我们可以 这牙签呢 我们可以折一小段下来 好 一小段下来 折一小段 然后包进去 这个 尖的部分不要了 尖的部分 拿掉 就大概这样子 这样的话 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1.5公分 大概2公分左右 好吗 然后呢 把它包进去 把它包进去 你可以先用胶带贴起来 这样 看不清楚 好像是比较清楚 好像比较清楚 看这这对 然后呢 胶带呢 贴上去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好 有一个有看过这种 这样做风筝的方法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 这是我做的风筝 好吗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好 为什么要筑签呢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再贴一次 好 因为这样的话 绑线绑到这边 会比较老 它就不会破掉了 好 有筑签在那边 就不会破掉 好 好 过来啊 好 然后呢 好我们线就可以把它绑上去了 线 好 这线的话呢 你看呢 我们就 等一下是 拉这里 拉这里 好 这样的话线 我们就有一段线了 线长度的话 我们会留大概这样的长度 我记得手拉开长度就差不多了 好吧 一段线 拿来了 我把它绑上去 好 把它绑上去的话 可以绑上了 这不是 筑签穿过去的吗 我们组线呢 用这个牙签穿过去 好 好 如果穿不太过去的话 你可以用 哪个铁钉 或哪个这个 稍微点它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 因为刀子的话 会是利 所以你只要一个洞 你不要割下去 所以 点一下就好了 点一下它就可以穿了 好 这样不是穿过去吧 好 穿过去完 把线穿过去 好 线啊 线头 然后又删掉了 这样 这样 线穿过去 线穿过去 好 你会把它线吗 现在小朋友 要是我是教育部长的话 小学六年级毕业的 基本的基本的门槛就是要绑线 对吧 会绑鞋带 会绑鞋带 我这爸妈妈接完鞋 你会考考 这小朋友 你们会绑鞋带吗 很多人不会 这线 这个在活节 好 我再绑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线了 这样子 好 其实也不要那么长 好 这个长度不是很 不要太短了 就大概手拉开长度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手拉开长度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就这样子 拿过来 好 这样子 然后 小朋友手比较短 这样子 好不好 这样也可以 差不多了 好 然后呢 到你这边呢 打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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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到你 压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割下去 割下去完 那洞会裂掉 好 好 它就穿过去了吧 然后线穿过去 好 我把线呢 推进去 好 线拉出来 然后呢 好 一般所有的线 因为都打破 我的习惯 看一下我先打个截 打个截 那不会滑掉 也不会散掉 然后呢 打个活截 好 什么叫活截呢 是这样子 穿过去的 好 这是个活截吗 然后呢 你看呢 活截在这对不对 什么叫活截 缩进去 不是叫活截吗 好 好了 我们的风筝就结束了 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风筝 你看 就这样子 对起来 对起来 然后在这边 压长这边 然后打个截 最简单的环保风筝 最简单的环保风筝 这就是我们的科学 这个比例 这比例来讲 以这比例来讲 你可以比上面之下短一点点 这上面上面会短一点 上面比较长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角度 跟风大风小有关系 就是说你风要是 风要是强的话 你可以稍微靠东西 风要是弱的话 上面一点 生力会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好 就这样子 那你觉得它不稳定的话 很简单 你不胜于善良的话 你就会截尾巴了 对不对 想要尾巴的话 我们今天会准备一些 这些 这是做蚊子 你尽量 你尽量 尽量可以用一些 你这个 身边的一些素材 譬如我们刚刚 会剪下来的这些吗 没有风 蛤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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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用 我们刚刚剪下来 裁下来 那些肺料 肺料 我们可以当尾巴 对不对 要光化现成的话 这外面这种蚊子 一张二十块钱而已 这一剪就是个尾巴 好 就是一堆的尾巴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对 对 对 我们讲科学风筝 你叫科学 讲的很科学 对称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尾巴 踢上去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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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处呢 当尾巴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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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尾巴拉着 不要乱晃 对不对 乱晃就是你把尾巴拉着 你让它头一直往上 最主要有个 产生一个脱衣的力量 好不好 简单 这个科学的风筝 风筝的科学就是这样 好吧 是这样的 好这风筝很好 好处在哪里 以前我在小学的时候 一直这样子 收起来 卷起来 一般的风筝没办法收 我现在卷起来 你看 风筝不好已经就很好了 我以前做很宝贝的时候 还找那个 那个厂商工地 不要那个塑胶管 没有 这个套进去了 我就放一个管子里面 多好 收也好收 好不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风筝话 就这样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这个高度 我觉得我刚刚的高度 你看这个头 还可以再稍微高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就是科学 对吧 小朋友的时候 做什么科展题目 这就是科展题目嘛 我这个位置到三分之一 还是四分之一 还是五 六分之五 还是八分之七 你这个比例就很重要了 好 这个比例就很重要 好 是这样子 我们简单的工程 就这样 好 来 贴一下给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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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